阿弥陀佛 四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昨天跟大家讲到 大家来这里工作 不是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我们除了工作之外 我们就是要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 学怎么做人 怎么处事 怎么做事 带人处事接物 我们学习圣贤的教诲 我们要立志 立志就是佛 佛门讲的发愿 自愿 像现在这个大学 你要考试 你要填自愿 填什么自愿 所以立志就是发愿的意思 愿就是一个方向目标 一个方向目标 那么我们立志 这个有根本跟之末 那么现在的人 他选择的志愿 都只有字末 他没有根本 这个字末 如同我们去大学 你去念书 你念哪一个科系 这个科系很多 比如说你是念这个医生的 医学系的 念医科的 那当然 你的志愿 你将来想做一个医生 你去读贸易的 将来要从商 读这个工程的 将来做工程师 读农业的 将来务农 所谓市农工商 各行各业 那么这个是 末 好像树 那个枝叶 末 不管你从事哪一行 都要根本 所以君子物本 本利而到生 就是 要有根本 这个枝末 才能够茂盛 才能够不断的生长 生生不息 如果只有枝末 没有根本 就好像 花瓶擦的花 一段时间 它就凋落 它也再不会生长 如果有根 那个枝叶都掉了 来年春天 它会再生长出来 生生不息 所以君子物本 那么我们做人的根本 就是德行 德行是根本 那我们 这个时代的人 全世界的人 就是缺乏这一块 我们古人常讲 我们古人常讲缺德 缺乏德行 这个修养 不懂得做人处事接物 实在讲也不会讲话 为什么我们大家没有学 从小没有学习 这个圣贤的教育 所以应对进退 做人的处事 做人处事的道理 都不懂 因此 这个家庭 不幸福 社会也不安定 国家动乱 世界啊 不和平 根源就是没有德的根本 所以现在呢 只是重视在 义这部分 孔老夫子教学 道德人是根本 义啊 艺术的这个义 就是记义 这个义啊 就包含各行各业 现在呢 各行各业 这个科技啦 这个是记义 文艺 那会武功的是武艺 工匠的叫工艺 那个艺啊 就涵盖各行各业 那当然这些都需要啦 这个 有根本也要有职业啊 那好像一棵树一样啊 那不能说只有根本 那没有职业 那棵树我突突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有根本 也要职业 我们要学习这些 我们要学习这些义 不管你学哪一行 学什么技术 那 德 是共同科目 共同科目 共同科目 所以各行各业啊 如果有德啊 如果有德啊 在 道家讲是成仙啊 那每一行 每一行的人 他都可以成为仙啊 你看这个 这个 中医啊 那不是有医仙吗 所以各行各业啊 他都有仙啊 这个仙啊 它 是一个自在的意思 自在的意思 所以感定篇讲啊 你要 修天仙 地仙 他讲一个天一个地 当中还有包括很多层次的仙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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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天仙还是地仙 啊 那这个也是 志愿啊 好像你在大学天那个志愿啊 我天要天仙 天仙 好 你的 条件 就是要立一千三百善 这是你 你去修天仙的一个基础 在佛法讲叫资粮 淨土资粮 还有资粮 你要修地仙 三百善 那个这个层次比较低 条件就比较低啦 那么儒家呢 成为君子贤人圣人 佛家呢 成佛 成菩萨 我们看 我们看 华元经 善财 董子五十三餐 各行各业 在家出家 南离老少 工通是菩萨 就是他在那一行 他是那一行的菩萨 你做商人 你是商人菩萨 工人是工人菩萨 农人是农人菩萨 你读书人啊 那么你是 这个 士人菩萨 读书是士 读书人 古时候叫士人 你是 这个 以前读书人啊 大部分从政 你在政治界啊 你是政治界的菩萨 那同样的道理啊 以儒家来讲 那你是 这个 哪一行哪一业 都有他的圣贤 都有做圣贤 这是励志 那么有这个 根本啊 那你在那个 职业上的发展 他会 越殊胜 而且啊 没有副作用 比如说有道德的根本 有这个英国的观念 他去发展科技 他就会考虑到 这个有没有 害人啊 他就会去考虑这个 有害人的 就不要去发展这个 那完全是 对人类有利益的 那他就发展 那这科技啊 对我们带来就 越来越好 生活越来越好 那现在呢 没有这个根本 他好的也发展 不好的也发展 就像汤恩比教授讲的 现在的科 科学是盲目的发展 你看他一句话呢 讲到点子上 一针见血啊 盲目的发展 该发展的也发展 不该发展的也发展 那这个 互面作用就太大了 那么这个科技的发展 没有德行啊 跟不上啊 肯定你发展到最后 结果就是灾难毁灭 这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你人在用的啊 他科技他自己不会去 跑去要怎么做什么 做什么嘛 那不是说你都 都是你人在操纵的吗 那电脑也是人 人脑发明出来的啊 电脑他自己会跑出 一部电脑出来吗 那不是人制造出来吗 那人从哪里制造出来 从心嘛 那所以 佛在法院经讲 若人亦了之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星 一切唯心造啊 死法界一正 都是从你的心造出来的 你说哪样东西不是心造出来的 这个说法有迷信吗 那你说佛教迷信 你说佛教迷信啊 真的他是很迷啦 他自己迷的啊 迷到家啦 自己不知道啊 那所以 这个很明显的嘛 很清楚的嘛 所以万法迷信啊 那所以 你要解决问题 你去外面找 找不到解决的方案 那你去怨天离物人 怪这个怪那个 只是会把问题啊 越搞越复杂 越搞越严重 人心没有回头自己去反省 去检讨 去改过 忏悔 不去做这个调整 灾难啊 无解 那灾难 总是不断 那你说科学是万能 那万能你弄一个没有灾难的啊 这个地球通通没有灾难啊 没有台风 没有海啸 没有地震 你才能说万能啊 这个你做不到 你怎么可以说万能呢 这有万能嘛 现在就是一个新冠状病毒 你能叫它不要发生吗 所以我们老上讲句话也是很 去实际的 现在人啊 民性科学 不是不要科学 你要正性科学 不要民性科学 什么叫正性科学 什么叫民性科学 正性科学就是说你正面的 正面的它正当性的 那什么叫民性科学呢 科学是万能的 科学至上 那个叫民性科学 不知道我这样讲法啊 对不对 请教大家了 是不是啊 你要正性科学 不要去民性科学啊 那你明明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说科学可以解决 那不是民性吗 那什么叫正性呢 科学可以解决的 科学来解决 而且科学可以解决的啊 要没有副作用啊 那才是正面的嘛 就用了还书信讲的 现在看了有好处 后面有流弊 这个也不行啊 因为你现在得到这个利益 后面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那这个 你算盘一算一算 划不来啊 城隍庙那个算盘 就在算这个啊 因果啊 散热啊 功过啊 加减乘土啊 是这个我们 大家要认识 所以 大家来这里啊 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啊 我们一众靠众 大家 一起来学习 那希望啊 我们在 各个 个人的工作岗位 个人的这个职业里面 做这一行的 菩萨 做这一行的圣贤 那这个 人生就有 真正的意义跟价值了 那 成佛菩萨那是 无上的价值了 那才有意义嘛 这样啊 我们人生的一个心态 一个转变 你对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你的一切啊 你会发喜充满 你会 日子会过得很充实 你做每一桩事情 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很快乐 如果不了解这一些啊 是在讲 做的是心不甘情不愿 不做又不行 做得很痛苦 那你说这样的人生 值得吗 所以 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非常重要 要懂得我们怎么过滤子 这起码的嘛 你要怎么过滤子 每一个人都在过滤子啊 每一个人都在过滤子啊 有的人他过得很自在啊 有的人过得非常痛苦啊 那不是说同样在一个环境吗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呢 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嘛 个人的观念不一样 人生观不一样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 来这里 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来学习啊 这个 这个圣贤的教诲啊 那我们的前途啊 就 光明 无量啦 无量啦 无量的光明啦 那么讲这个经教啊 有时候就比较严肃一点啦 这个 但是 总是对我们有好处 那么讲这些严肃的 我第一个 我自己要严肃啦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大家 一众靠中啊 共同来 学习啊 来勉励啊 这个我们现在 纵然还做不到 但是我们就是要把 这个目标靠近啊 我们就 大家 啊 这个 也不能苛求大家 现在你要做到圣贤嘛 但是说 我们有一个目标 定在那里 我们慢慢往这个目标前进 当然你会 更快的靠近这个目标 那当然是更好 那不能很快的 接近这个目标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 往这个目标接近 不要偏离这一个 越离越远 那那个就 人生的方向就 偏差错误了 这个 大家共勉 大家共勉 那下午啊 我去 我们 我们 台湾啊 这个 中南部 这个 东部啊 这个 几个静中道场啊 去跟他们 结结缘啊 这个下个星期一 下午才回来 下个星期一 上午从花莲回来 到这里就下午了 那这个 下个星期二在录 录 录 录音室我在录音 因为昨天晚上接到一个信息 我暑假一个舅舅往生 昨天往生 等一下我去跟他上个相 吃过中饭我就往台南下去 这趟下去主要是行为 每一年例行性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个下个星期回来 还有几天的时间 我们再来互相交流 现在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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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